只有男主对我的厌恶之积满 我才能回家 于是我便开启了做生做死模式 男主喜欢 抢 男主讨厌 塞给他 总之 一切已让男主厌恶我为目的 可是后来 他对我越来越放纵 甚至在旁人吐槽我时 淡淡开口 反正他只对我做 你急什么 你 我和陆深从小一起长大 但他的生日会邀请了所有人 独独没邀请我 没关系 我不要脸 我硬进去 我一脚踹开宴会大门 里面顿时安静 众人齐刷刷地看着我 我靠 吓死老子了 于婉姨这脾气能不能改改 我真想给他两枪头 但我丝毫不在乎 扫尸一圈后 我静止走向在角落打电话的陆深 姓陆的 你不邀请我是个 什么意思 语气骄纵又傲气 陆深先是对着电话说了几句后 才将目光投在我身上 头顶呈红色的灯光打在陆深脸上 勾勒出轮廓分明的侧眼 若是除去那淡漠到令人发寒的眼眸 毫无疑问 非常熟练地回道 你昨天都还在欧洲 我怎么给你发邀请函 而且没给你发 你这不也进来了吗 他指着大门 那里站着八个保镖 没一个敢拦下我 我被噎了一下 但很快便蛮横讲道 你发你的 管我在哪里干什么 我心情好自然会来 随即又环绕一圈宴会 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找了个这么差的场子 搞得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眼神转向 刚刚聚过来的宾客身上 什么没意思 不言而喻 忽然一个穿着简单的女人站了出来 清纯的脸上满是倔强 于小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大家呢 真是 太没有礼貌了 你要向大家道歉才行 一时间 全场安静 都看着刚刚出生的林纯纯 我也看着她 笑出了声 二 我是圈子里有名的娇纵女 靠着父母 在圈子里做天做地 没人敢管 尤其是对着陆身 时常在她的底线蹦迪 众人都说 但凡我家是差点 我都得完蛋 但他们不知道 我一直在等着我完蛋的那天 从小等到大 我并非这个世界里的人 而是偶然穿进了这本酱制的古早狗血虐纹里 袁身作为本文最大的恶毒女配 做天做地做女主 硬生生把自己送进了牢里 而我想要回家 必须遵循原剧情 使男主对我感到厌烦 厌烦直满 便可回家 陆身便是男主 于是在第一次见到她时 我便缠着她开始作死 算 一开始我还有个系统 每天给我报厌恶值 缓缓地上升 很贴心 但高中的某天 她莫名消失了 只剩我孤军奋战 但我不慌 将骄纵大小节的人设贯彻到底 陆身喜欢 抢 陆身讨厌 塞给她 凡是能让她顺心的事情都不做 能让她不顺心的事情当着面做 使得后来她看见我就醋眉 满脸都写着厌恶 非常好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四 而今天这场宴会便是提高厌恶值的好时机 宴会上 陆身被林纯纯的清纯不做做 为所有人考虑的性格吸引 而后对我的厌恶更深 我来这围有一个目的 做林纯纯的对照组 让陆身更厌恶我 看着眼前替所有人出气的林纯纯 我瞥了一眼站在我旁边的陆身 此刻她正看着林纯纯 剧情力量果然不可抗拒 陆身居然真的对林纯纯感兴趣了 那便到我表演的时候了 我立刻拿出了恶毒女配的架势 轻蔑一笑 嚣张跋扈的样子拿捏了个石城石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管教我 林纯纯瞬瞬间眼睛红得和兔子一样 于小姐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也是为了大家呀 说吧 她便看着旁边的宾客 期待有人替她说话 但寂静无声 这群人从小便生活在我的淫威之下 除了陆身 谁敢当着我的面说我 我转头看陆身 她仍在看着林纯纯 还皱着眉 像是在不满无人替她说话 她真的超爱 林纯纯也意识到了些什么 将目光转向陆身 楚楚可怜道 陆先生 我说的不对吗 众人看着陆身 希望她能如以往般骂我一顿 我也看着陆身 坐等被骂一顿 却没想到陆身沉默半晌后 淡淡开口 你是警察吗 林纯纯愣了 摇头 那你管这么多 话里都是不耐烦的味道 我傻眼了 没道理呀 难道陆身又和我爸有啥大合作了 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五 我还没回过神 林纯纯就被陆身叫保镖扔了出去 随即 宴会恢复如初 我看着陆身 还是没忍住问出口 你和我爸最近又合作大项目了 陆身摇头 我更傻眼了 指着大门口 那可是林纯纯 林纯纯啊 你看着没什么感觉 这可是女主啊 你得一见钟情懂不懂 陆身醋眉 余婉意 不要一回来就发颠 他骂了 我爽了 嗯 就是这个味道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陆身没维护女主 但没关系 他还是很厌恶我 我放心了 六 林纯纯都离开了 我待着也没什么意义 没过多久 我提着包就打算离开 走到大门口时 我的脑海忽然响起声音 是系统 我靠 宿主 厌恶值怎么成零了 你不会趁我不在 准备让陆身骂我一顿 给系统看看 肯定是你这破系统出了问题 刚走过去 就看见一群人 坐在陆身旁边吐槽我 这种事情 我并不少见 毕竟我的人设摆在那里 也很难没有骂我的 但我第一次听见了陆身的回答 他说 反正他只对我做 你急什么 陆身悠闲地摇晃红酒杯 神情甚至带着私得意 而身边的人 熟练地看了看对方 暗暗翻着白眼 唯有一个和陆身关系很好的 直接开口说道 又是这样 这些时间 几人纷纷朝着他扑去 做事要打 此刻 我内心波涛汹涌 我靠 这小子深藏不路啊 陆身有毛病吧 喜欢一个从小欺负他的人 震惊之余 我还是飞速离开了现场 丝毫没有注意到 陆身在我转身时便盯着我 七 遇见事情就知道跑 七 回家的路上 我和系统复盘 我近几年的所作所为 大到怂恿我爸抢陆身项目 小到偷偷拿走他的厕所纸 每一桩每一件 都对得起恶毒女配的名号 系统百思不得其解 没道理啊 你做的这些事情 换我 早打你八百回了 我 不会说就闭嘴 没一句我爱听的 一人一系统沉默片刻 系统悠悠开口 陆身不会是受虐狂吧 你越折磨他 他越兴奋的那种 不会吧 我不理解 但大受震撼 系统像是猜透了什么 越来越兴奋 肯定就是这样的 否则怎么可能你如此作恶多端 他还纵容你 唉 我这聪明的脑袋瓜 有点好磕怎么说 但我脑海里 只被受虐狂三个字占领 还脑补了一幅 陆身揽着我 要我一直折磨他的场景 接着浑身一击灵 我承认我慌了 系统 救我 求求你让他 继续这么骂我吧 叫我傻逼 说我发颠 就是别让他继续 这么变态下去了 系统也沉默了 有没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 他喜欢你 我瞬间又挠补出一幅 我和陆身食指向扣 互相对望的场景 我又浑身一击灵 那他还是继续这么变态吧 好可怕 这比他是变态还可怕 喜欢不了一点啊 系统大人 爸 因为这件事 我破天荒地在家 安安愤愤待了几天 生怕出门就遇见陆身 然后他深情款款地来一句 你会一直只折磨我吧 受不了 受不了一点 但我显然不是个能一直安分的 闺蜜江童 邀请我参加他组织的变装派对时 我果断答应了 这个派对江童每年都办 而且年年花样都不一样 可谓是把五花八门做到了极致 最重要的是 陆身那群人从不参加 对于这种东西 他向来都是避之不及的态度 江童得知我参加后 特地赛给我一套狐狸套装 神神秘秘讲道 你打扮得好看点 到时候有惊喜 我与他对视一眼 嘿嘿嘿 惊喜 已经看见了八十个男模朝我招手了 嘿嘿嘿 那日我特意化了个夸张的狐狸妆 还定制了一条狐狸尾巴 看着自己快要撬到天上去的眼线 以及身后栩栩如生的尾巴 我满意的笑了 这身装扮 对谁不是轻松拿下 就 但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陆身那群狐朋狗有权在 我想象中八块腹肌 身高一百八十二的男模们呢 我差点捏碎了拳头 拉着江童 咬牙切齿道 你说好的惊喜呢 你找男人也不能找这么劣质吧 都是一群穿胎装时就认识的 你要是今天没有拿出一点我感兴趣的 你完蛋了 江童伸出手指 在我面前摇了摇 一脸高深莫测 他们对你来说 当然不算什么 但是 靠着他们 我可是请到了 说吧 他就将手指指向宴会的最中央 那里站着一个人 恰好背对着我和江童 被众人重心捧月般围在最中间 我心里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 不会吧 我死死盯着那个背影 还没等到他转身 就听见江童男演兴奋的喊道 陆身 没想到吧 姐们今年这么大手笔 请到了他 我 我的运气就像一坨屎 除了臭就是臭 还没来得及吐槽 江童便在我身旁高呼露身 准备让我看看他今天的打扮 说什么保证会让我大吃一惊 大可不必 我也没那么感兴趣 我扯开江童的手 就是一个闪躲 直接跑出了宴会厅 时 看着厅内一片灯火通明的样子 我眼眶寒泪 原本我应该在里面 快快乐乐地欣赏男模 再不济 也是和姐妹们一起潇洒 结果却沦落到 蹲在草丛喂蚊子 白瞎了我这身穿搭 花了我整整三个小时 可恶的露身 我恨恨吐槽道 要不是这小子 我怎么可能在这儿 我怎么可恶了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声音 语调细血 我瞬间回头抬眸 刚好对上了他似笑非笑的眼 露身也不知道在这站了多久 或者说听到了多少 我下得赶紧站了起来 有些恼羞成怒 你长这么大 不知道不要乱听别人讲话呀 露身今晚身着一身白色龙袍 头戴九流免冠 腰间玉佩环绕 面容绝艳 浑身散发出一股清贵之气 有些让人一不开眼 系统恰好开口 不愧是男主 这张脸简直乱杀 不止你 我都快看迷眼了 啊 谁看迷眼了 狗看迷了 我都没看迷 系统 汪汪 咱俩的关系 我替你叫一声 没大碍 我 当年他到底怎么消失的 求方法 十一 秉着谁也不能好过的原则 我对着露身 就是一顿挑刺 你这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准备登机 还是改行拍戏呀 露身笑意更深 拿出了藏在袖子里的玩具玉玺 在我面前晃晃 嗯 大概是咒王 随后 他又看了一眼我的装扮 小狐狸 他挑了挑眉 语气显散 我就几天没见你 你就骚到这般可怕了 我搓了搓发冷的手臂 白了他一眼 正常点 别发颠 露身又莫名笑了笑 心情看起来不错 不会吧 被人骂了这么高兴 这小子真的是受虐狂啊 我默默退后一步 听里这么热闹 你又喜欢热闹 怎么不进去 我没吭声 只是带着怨气地看着他 露身恍然大悟的欧铃声 听刚才的意思 是因为我 为什么 他弯腰凑了上来 两人间的距离 在顷刻拉近 话语中的热气 落在我的额头 露身的目光 像是成了形 被他看着的地方 都有些发烫 我莫名有些心慌 眼神闪烁 胡周了一句 刚刚一群人围着你夸你 我听得烦不行啊 露身故作思考了一瞬 然后复合点头 还好啦 也就每人都夸了几句 我 伸出手 眼眸漆黑 声音低沉 但又带着轻悦的柔和 像是诱哄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你啊 否则就全去夸你了 哪会一直围着我 要是你在 这不得把他们迷死 所以真的不打算让他们看看 这么漂亮的你吗 于大小间 我看了眼厅内 此时江桐正好看过来 向我招手 有些心动是怎么回事 我指了指他伸出的手 还是有些犹豫 我们俩一起 不太好吧 露身见我松口 直接拽住我的手腕 网眼会听走 分开干嘛 咒王和狐狸精 本来就该在一起 十二 刚进到厅内 我和露身 一下子就被围住了 是露身的那群兄弟 哇 于姐今天这么漂亮啊 以后谁娶了你 那简直是有福了 于姐简直是 女娲的炫技之作 于姐下凡真的辛苦了 还好露哥把你叫了回来 否则没看到的人都有难了 一群人叽叽喳喳 在旁边夸个不停 直接将宴会厅的 其他人也吸引过来 然后他们又将我 从头夸到脚 在与他们商业互吹时 我转头看了一眼露身 此时他也正好看着我 对视的瞬间 露身骤然笑开 低头在我耳边说道 怎么样 是不是全来夸你了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我看着有些呆愣 露身今晚真的夸了 我好多遍漂亮 我对着他笑起来 真心实意道 谢谢 就这群家伙 不在背地骂我就不错了 哪会当众这么夸我 还夸得这么浮夸 八成是露身受益的 十三 等到我从人群脱身 江桐立刻走了过来 怀疑地看着我 你和露身是不是要在一起了 我告你诽谤的哦 我坚定地比了个差 我们除了互相看不顺眼 以及露身妄图以变态行为 恶心我外 没有任何关系 刚刚也只是露身 忽然良心发现罢了 情组织民间 江桐表情有些无语 难以理解 我是怎么做到 这么多年都不开窍的 得了吧 也就是你觉得 你们俩互相看不顺眼 只要你这边点头 露身不得摇着脑袋跑过来 不是 这话什么意思 不会 我的眼神逐渐惊恐 江桐没回我 说了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 你现在迅速看向露身 我虽然有些不急 但还是乖乖听话 立刻转身 好巧不巧的 与露身视线相撞 因为我突如其来的举动 他脸上还滞留着些 猝不及防的味道 江桐在一旁解释 你错了 你和他的每一次对视 就没有巧合过 他眼神就没离开过你 只要你回头 就永远能看见 可惜你从来没发现 他喜欢你 我震惊 我大为震惊 这比有人爱买屁文学 还让我震惊 可是我对他那么坏 我怂恿我爸抢他项目 我还偷拿他厕纸 上学还经常藏他作业 我对他这么坏 他还喜欢我 他这是真变态呀 江桐狠狠点了一下我的头 颇有骨恨其不争的味道 你傻呀 露身喜欢你 你做什么 在他眼里不算情趣 抢项目 他当孝敬老丈人 偷拿厕纸 他就专门备好 几题给你拿 为了让你有作业可藏 他一直以来都写两份 要是你想把他打骨折 他都想办法把骨头变脆 让你不费力血 你们俩就像周瑜打黄盖 你愿打他怨爱 我颤颤巍微开口 所以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江桐拍了拍我的肩膀 叹了口气 宝宝 你应该想想 除了你 还有谁不知道 你以为今天你穿身狐狸装 他穿身这王装是巧合吗 八成是特意打听了的 紧接着 他又贴着我耳朵说 你们俩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 否则按照陆深的性格 不可能忽然将感情外泄的这么严重 他又呼的摸了把我身后的狐狸尾巴 你知道他现在像什么吗 狐狸精 就他现在那赤裸裸的眼神 感觉下一秒就要把你拆骨入腹 哇 这一瞬间 我感觉我的世界崩塌了 我不是恶毒女配 我是小丑 大大的小丑 哪家好人欺负完人后 被人爱上的 陆深指定有点毛病吧 系统感觉到我内心的崩溃 暖心安慰道 没事的 你已经够恶毒了 奈何别人当情趣 不怪你 十四 派对过后 江桐又安排了夜宵 之前我为了近距离坐腰 每次都贴着陆深坐 这次我莫名有点发怵 拉着江桐坐在了包厢最里面 但没想到 陆深虽是最后一个进来 但直接一路穿过人群 直接走到了我身边 你这次怎么没等我一起坐 声音里带着几分微不可查的小委屈 我 我环绕四周 众人见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而旁边的江桐 正趁机抠了下我的手掌 对着我几眉弄眼 像是在说 周瑜 黄盖 黄盖来了 我 我抬眸看向陆深 故作轻松 干嘛 没有我恶心你 你不习惯声势 谁曾想 陆深直接承认 嗯 没有你在旁边 不习惯 我 江桐又抠了 抠我的手掌心 一脸激动 用眼神传递信息 看见没有 黄盖开始摇尾巴了 我求求了 要不你还是默默喜欢吧 你这么直白 我承受不了 十五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但江桐知道 他力所地站起身 招呼陆深坐在他位置上 然后借着买单的名义 坐去了最外边 走之前 他还不忘给我比了加油 我在位置上如坐针毡 目光僵硬 只敢停留在面前的 那幅碗筷上 旁的地方是一秒也不敢瞄 陆深却熟练地 给我倒了杯橙汁 还有一搭没一搭地找我聊天 今天吃饭这么安分 嗯呐 不给我家 我喜欢吃的八角桂皮香叶了 嗯呐 你最近敢用眼睛吃饭了 都不用碗筷 嗯呐 我点头如捣算 实际上什么都没听进去 陆深沉默几秒 不就知道我喜欢你吗 至于震惊成这样吗 嗯呐 嗯呐 我一脸惊恐地左右张望 最后将目光定在陆深脸上 这事情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出来的吗 而且为什么他表情这么淡定 反观我 现在已经想站起身跑出去了 救命 陆深表情坦然 为什么不能 我的爱是拿不出手吗 我 谁又说拿不出手这件事了 旁边那么多人的 就不能换个地方说吗 谁家喜欢这事 是吃着吃着说的呀 真是的 我再也待不下去 只得匆匆告辞 走的时候 陆深起身想送我回家 我不理解 我家刚刚破产了吗 陆深摇头 那你送了我 你让我家司机干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他 你好好当你的扩哨 和人家司机抢什么工作 我真的不理解 难道你家破产了吗 等我都上了车 陆深还在路边发笑 他真的 有点毛病 十六 路上 我便一直在想陆深喜欢我这件事 想了半天 也没想明白 回到家时 便看见爸坐在客厅悠闲的泡茶 我眼睛一亮 老鱼回来了 我快步走了过去 看在我爸身上 爸 你啥时候回来的 我爸乐呵呵地喝了口茶 好久没见你这么殷勤了 说吧 啥事 怎么想你女儿的呢 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边坐下 边开口 爸 我有一个朋友 他一直看不顺眼的一个家伙 莫名给他表了白 他现在觉得心里刺挠得很 这是为什么 我爸又抿了一口茶 直接忠一忠 陆深给你表白了 你现在心里刺挠是吧 我 你是懂翻译的 话说 怎么感觉全世界都知道啊 我沉默几秒 还是没忍住问 爸 你又是啥时候知道的 我爸老神在家地说 我抢他客户和项目的时候 只要报上你的名字 他不仅不生气 还会把相关文件一并发给我 我能不知道他的心思吗 别说 你名字还怪好用的 说吧 我的爹 这是你干几回了 我爸神采飞扬 你懂什么 这叫商战 哇 真是 好厉害的商战 我爸瞅了我一眼 又笑着摇头 闺女 你还以为 真是这几个项目啊 你自己想想 你从小到大 多闹人家路深 他和你红过一次脸没有 哪一回不是乖乖陪着你呢 你随口说 要个什么 转头 他就送到家里来了 是不是 我辩解到 那是我威胁来的 当年为了挤满厌恶值 天天装大姐大去威胁路深 让他当我的小跟班 让他当牛做马 这难道不叫欺负吗 我爸直接仰头大笑 哎哟 我的傻闺女哦 你想想当初路深那个样子 像是被威胁的吗 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 不知道多高兴 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我爸的话 和今日姜同的话 在我面前重合起来 我努力思索着年少时 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 露深的模样 但总记忆模糊 只能记起在 每一个放学的午后 少年都会顺手提过我的书包 然后将手里的吃食递给我 紧接着便一直长久的 在我的身后 他什么话都没说 我也从未回过头 我忽然有些遗憾 人为什么只有一双 向前看的眼睛 分明 身后也有好风光 十七 晚上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记忆又回到了大一时 那时刚上大学 大家都和解放天性似的 随手抓人 便谈起了恋爱 我也不例外 但很遗憾 遇见了人渣 谈了一个月不到 就被绿的发光 还是露深去抓着肩 当时场景闹哄哄的 我只能无措地站在旁边 看着江童哭着冲上去 拿着包狠狠地打他 接着露深便靠了过来 想安慰我 听见我说的话后 面色惨白 我对他说了什么 我埋在枕头下苦想 是了 我质问他 你是不是现在很高兴 看着我现在这么狼狈 十八 我向来以最大的恶意 去揣测露深 因为我愧疚 愧疚自己 将所有的恶意 都给了露深 每一次见到他 我都会想到 我一直以来欺负他的事实 所以我卑劣地希望 露深能讨厌我 恨我 像别人一样 在背地里 对我指指点点 破口大骂 而不是 如今的爱我 十九 上辈子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 便去世了 莫名穿越到这里 我满心欢喜地以为 这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 让我得到父母 得到爱 后来系统出现 我才知道 这只是意外 是我霸占了别人的身体 在后来 我便时常半夜惊醒 梦见真正的余婉义 质问我 为什么要抢走 他的身体 生活 以及他该得到的爱 他在梦里哭喊 让我滚出他的身体 我也哭 我哭着说对不起 哭着说我很快就会走 因为这个梦 我愧疚了很多年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偷 偷走了属于 真正余婉义的东西 于是我从来不敢 和身边的人 有太多焦急 我将所有 对我好的人都拒之门外 竖起满身尖刺 他们对我越好 我越愧疚 这些原本都是 真正余婉义的东西 就这样 系统为我派了个任务 挤满厌恶值 系统对我说 做任务吧 只要让陆深足够厌恶你 你就可以回家了 我做了我这一生 最后悔的决定 我答应了 我没有甩开 对于婉义的愧疚 反而增加了 对陆深的愧疚 一条沼泽路 从头走到黑 不敢回头 二十 我曾在幼时 看过一部电影 他里面有句台词 你遇见了一个人 犯了一个错 你想弥补想还清 到最后才发现 你根本无力回天 犯下的错永远无法弥补 我们永远无法还清犯下的错 出文不知词重义 在听已是剧中人 多年前的子弹正中没心 二十一 寂静的夜里 唯有风在窗外呼啸穿行 系统开口打破寂静 其实我见到了余婉义 你想去看看他吗 我呼吸刹那停止 颤着嗓子问 这是什么意思 真的可以吗 系统还是一如往常的机械音 但我却听出了几分欣喜 你当时不是天天睡不着 总嚷嚷着对不起吗 我就去各个小世界 找余婉义去了 我想令你们俩见一面的话 应该会好一点吧 他的日子过得还怪精彩的 你得学学他 二十二 随着系统一句完成 我的意识陷入昏迷 然后我便身处一个白色空间 前方有一扇门 系统开口 打开门走进去 就是余婉义 不准逃跑 不准胆小啊 否则我就把你关在这里两天 两个月 我知道系统是在安慰我 也挤出笑容让他放宽心 长出一口气后 我抖着手打开了大门 门内是一面面闪烁的屏幕 而屏幕上的主角 都是一个长相和我一样的女人 有他穿着西方宫廷礼服 站在一群女人中间 小心翼翼地看着周围的样子 有他与身边人遇见飞行 开怀大笑的样子 有他围着方巾 扛着锄头的样子 甚至还有他蹲在炼丹炉旁 走磨要方的样子 系统见我看得入迷 解释道 这些都是他去过的小世界 这是什么意思 我找到他的灵魂意识体后 他听说身体已经有个你 便自愿前往各个世界去做任务 帮助我们修复剧情 我这么晚回来 便是带他熟悉任务去了 系统刚和我解释完 身后便传来一道女声 你是 是俞婉一回来了 我转过身去 于是他顺理成章地猜到了我的身份 笑看着我 我想过你会来 但没想到这么快 我看了他半天 脱口而出的是 那句在梦里说了无数遍的对不起 俞婉一先是正然 然后洒脱一笑 没有什么抱歉的 这也不是你的错 而且你看 我是不是最近的经历还挺不错的 俞婉一指着眼前的屏幕 确实 里面的他虽有失败 但脸上是无法言语的满足与快乐 他随手一挥 房间便出现沙发 紧接着拉着我懒散一躺 老头最近还好吗 我愣了好半天才意识到 他说的是咱爸 他很好 身子也不错 能吃能喝 还能坑人 然后将从小到大的去世 一一说给他听 逗得他哈哈大笑 等平静下来 俞婉一转头看我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 我连忙接话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我信你 毕竟也是你爸 俞婉一笑着 那天我和俞婉一躺在沙发上聊了好久 聊到最后 我们又聊起了男人 我对他说了我语路深的事 说觉得亏欠 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一份心意 他前一秒还悠闲地躺着 后一秒便惊起了身 你觉得亏欠男人 我懵懵懂懂点头 我一直以来都欺负他 不应该觉得亏欠吗 俞婉一摇了摇头 说他在各个小世界 和很多个男人打过交道 我会因为任务而对他们很坏 甚至会杀了他们 但是他们还是屈之若鹜地爱我 我从不感觉亏欠 婉一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摇头 因为我知道我值得 我值得所有人的爱 人永远不会爱上一样 一无是处的东西 因为你有值得他爱的地方 路深才爱你 你去欺负他是你的不对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爱上你 也是你的错吗 你为什么要因为他的爱 感到沉重与亏欠 你又没有要求他要爱你 你觉得对不起他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 加倍对他好 干什么都行 难道只有爱情这一条路吗 连续的发问让我愣在原地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原来还能这样 最后迷迷糊糊之际 于婉一在我耳旁说道 于婉一只能因为爱一个人 接受一个人的心意 不能因为亏欠 你可是于婉一 谁得到你都算福气 希望你能好好过好 你我共同的人生 否则下一次见面 我可是会怪你的哟 于婉一 23 醒来时已经是第二日清晨 窗外的阳光躺了进来 落在被子上 我摸了摸被子上的阳光 温热的刚好 谢谢你 婉一 也谢谢你 系统 气氛烘托的刚好 只等系统说一句没关系 温情就熟风拉满 但比这话先出口的是 对二 斗地主的欢快配乐刹那 传遍我脑海的各个角落 再接着系统的声音传来 我靠 他居然还有对二 我这把玩了呀 啊 一儿 你刚说啥 我 滚 温情 滚 傻逼 24 对于于婉一的话 我思考了很多 吃完午饭就约了陆绅 准备讲清楚 他刚坐下 我便开门见山说道 我今天来 是想和你说对不起的 因为一些不可说原因 我从小便一直欺负你 真的实在对不起 我站起来拘了一躬 陆绅有些手足无措 将我扶起 我不在乎的 没关系 我摇头 可是我在乎 我做错了事情是事实 我必须道歉 我斟酌片刻 又道 无论你之后提出什么 我都会尽力满足 以此来补偿你 要钱 要项目 还是其他的 我都可以做到 陆绅看起来有些生气 但更多的是无奈 这些我都有 我只要你爱我 可是 我现在不爱你 你知道的吧 他愣了几秒 半晌后才闷声回复 我知道 我走到他旁边 认真说道 但我承认 我对你有好感 后面也可能会爱上你 陆绅的眼睛 又亮了起来 但我现在对你的感情 更多的是愧疚 我如今做不到 将愧疚转换为爱意 我需要时间 因为在我的前26年人生中 我从来没有回过头看你 这对你很不公平 你也可以 陆绅直接打断了我 确实对我不公平 但我不在乎 晚一 只要你能把我放在优先考虑位 我变什么不在乎 陆绅的眼睛亮晶晶的 看上去就很高兴 我 有一种顺利又心累的感觉 系统默默出声 这就是人和舔狗的对话吧 我真是见识到了 我 你也少说话吧 没一句好话的 25 自从那日聊天 陆绅知道我对他有好感后 做事便越发大胆和骚气 好家伙 其他话是一点也没听进去 我给他取了个新颖的名字 骚大 系统哈哈大笑 说很趁他 我们在一起那日 陆绅找出了高中时期的校服 秧着我换上 然后将我带到了高中的学校 我们俩并肩走在了那些年走过的街道 试着那些曾吃过的老味道 最后陆绅停着不动 示意我往前走 晚一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你想我讨厌你 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为了待在你身边 我在面对你时 从来不笑 总是皱着眉 装作讨厌你 你那天说你从来没有回头看过我 但你不知道 我很庆幸你没有回头 因为只有在背后 我才能毫不掩饰的喜欢你 所以在多年后的今天 再不用我讨厌你的今天 你愿意回头看一眼我吗 或者换一个问法 你愿意爱我吗 身后的声音颤抖 哽咽 我定在原地半上 才如梦方形的转过身 看着穿着校服的路身 记忆清晰 我想起来跟在我背后路身的模样了 那时阳光透过树梢 洒在他的身上 微风吹起他的衣角 而他神色眷眷 仿佛对一切都不感兴趣 但只有他的眼睛知道 那里装着他感兴趣的一切 我愿意 我爱你